他最不标志性的是眼镜 最独特的却是嗓音 钢琴 吉他 小提琴 架子鼓 乐器全都信手拈来 内敛 慢热 淡定 门骚 搞怪 是他对自己的全部描述 他就是周笔畅 一个一直行走在音乐道路上的 平民偶像 那现在来到我们TTC Social Room 就是周笔畅 其实我今天看到你说实话 我之前还有点期待说 你会用一个比较长发的 腰野的造型出现 没有 那个是之前专辑里面的造型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是戴着假发 可是我们一下子都很震撼 完全认不出你了 对啊 今天你除了唱歌之外 好像还要走秀 走秀啊 不敢当啊 亮相 亮相啊 就这个行头是吗 应该是 今天有两套 说实话 如果是完全按照一个model 走秀的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你会不会反而和唱歌比起来 会更加紧张一点 我觉得要受一下专业训练吧 我们来看看微博上面 这个有很多BB的粉丝 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来提问了 这个说 BB今年除了唱片方面的发展 有没有想要进军大屏幕 大制作的计划 还有BB爱你哦 末节 末朵 大萤幕 都有在接洽啦 对啊 然后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 然后肯定 就是希望 大家也可以在大萤幕 然后见到我吧 说实话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眼妆 真的蛮特别的 对 我今天还在照镜子的时候 因为画的时候不知道嘛 照镜子的时候一看 是故意画成这样的吗 然后就是那个化妆师上 我就说 对啊 就是今年流行这种吧 就在你身上 真的会看到成长啊 蜕变啊 比如说就是把眼镜 当年的那个眼镜给退掉了 现在是戴影型眼镜了 现在是戴影型 要不然都看不起错 是不是从此告别眼镜生活 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可能有一些 就是比较像今天 然后这样比较大的场合啊 对啊 然后因为今天舞台也很棒嘛 对啊 所以就是会 把眼镜摘掉 然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妆 然后呈现吧 对 所以我今天也需要一个视频 因为平时看到BB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自然啊 然后他就很放松 然后今天我要找一找眼神在哪里 好 祝今天演出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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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